这两口子多会做生意 出国的女儿女婿给他们 弄来两台买彩电的指标 两台大彩电 拿回来搁哪啊 七八十年代彩电是稀罕物 又是女婿帮忙弄回来的 按理说该给亲家一台吧 可他们一台搁自己屋里 另一台给了另外俩闺女 然后故意找了个机会 向亲家公显摆两台大彩电 你现在上徐慧人家去看看去 能把你气死 亲家母陈雪如果然眼红 当即亲自过来一探究竟 结果一进门就看到亲家母 徐慧人正看着大彩电 一边流眼泪一边叫好 几台 这是中央台 几台彩电 两台 陈雪如那个羡慕嫉妒恨啊 两年来他求爷爷告奶奶 就是弄不到彩电指标 如果儿子只弄了一台 他可以理解成是讨好丈母娘 可弄了两台都没自己的份 有这样的儿子吗 吃里扒外的气死我了 于是要徐慧人让出一台 徐慧人故作为奶 说这指标是我女儿给的 买彩电的钱又是我出的 你儿子出国时 你可是一个子都没给他呢 陈雪如自知理亏 明白不付出点代价不行了 不过我不要钱呢 那要什么 我要你上次给我看的那幅画 陈雪如虽然也是人精 可吃了没文化的亏 觉得一幅画哪有彩电稀罕 于是痛快地用画来换 为了防止他醒过未来 亲家公蔡全吾又一唱一和 蔡全吾装作不情愿的样子 背着彩电给陈雪如家送去 名为送彩电实际上是怕夜长梦多 陈雪如欺负蔡全吾老师 就想来个空手套白狼 怎料人背起彩电就要走 陈雪如这才让老公范干部 把正板桥的那幅画拿来 你不是和牛爷都换了 陈雪如一拍脑门 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 并让范干部挑一幅 价值相当的话来代替 自己则邀请蔡全吾 背着彩电到屋里喝水 殊不知蔡全吾一早就识破 俩人串通仪器 于是寸步不离大彩电 另一边 范干部欺负蔡全吾 压根就不懂字画 挑了服价值最小的 作为替代品交给蔡全吾 然后催他赶紧回家吧 却不了蔡全吾当场艳化 只看了一眼就迅速合上 二话不说 背起彩电就走 陈雪如两口子这下傻眼了 原以为蔡全吾老实芭蕉 就是一个吃软饭的 不料竟是真人不露相 无奈之下只好同意蔡全吾 亲自到书房任选一幅 各位看官老爷们 你觉得一个彩电换一幅画 到底是赔了还是赚了呢